希望留在阿修罗国的决定 真的能帮上 阿修罗是勇于抗生的族群 今天的试炼场上 只有一个人能站到最后 获得斗士的荣誉 苏魔是个特别的孩子 我相信他能够为阿修罗 开出新的道路 你们做好付出 满透代价的准备了吗 大家都不会活下去 如果不能改定规则 那就用我改制死心的 我是以前 现在 今天所要叫我们赶紧杀绝 若是一件正常 我拼尽全力打败你 比多说杀死了这些虚伪的天神 还是各有ARD 虚伪特 达尽全力打败你 抓紧杀绝 苏良 绝于 王上尊 原始玉尊 你又不迟地回约了 果然你还是来了 有我在 天宫就永远不会转暗 不见一人的狐狸 要把我撕碎了 对后 对后呀 这不可怕的神力 竟然与教祖品地 太强了 原始玉尊 当年 经历那可怕的一战 你我曾立下协议 永不插手天宫事物 任世间 不再受我们狭隘的意志左右 自由发展 如今 你却又贼心不死 再次鼓动邪恶的力量 危害此方 果然 碑莉尼 依旧是你的本性 你也依旧天真 千年了 我永远比你走前一步 是因为我了解你 你要遵守誓言 而我 只要随心所欲 看见了吗 我依旧有无数狂热的追随者 亦如当年 我只是遗憾 当年没有亲手杀了你 令现实声明再次蒙难 是吗 当初侥幸捡回性命的 可是你 保龄上尊 保龄上尊 你的运气 到头了 那就来延续 这未完的一战吧 你 不 你 不 你 我 你 狂誓星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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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真是的 又打起来了 你们除了毁灭对方之外 都没有别的事可做吗 幸好我来得及时呀 诸位天神 由我来做个和氏佬 好吗 道德太尊 又有何说法 多事的家伙也来了 光影之争 本就是不必要的 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说到底 大家都是天神 何必互相残杀呢 过去大大小小的战争 历经无数 打也打够了 却始终没打出个结果来 突然耗费心力 百害而无一利 不如你们听我一句劝 我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呀 只要双方各退一步 我们就能重返和平 搁置只是延缓纷争 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就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难道 你忍心看生灵涂炭 这说的好像我们反常的罪魁祸首 道德太尊 希望你先弄清楚 是谁挑起的战争 而且现在我退一寸 他必尽一尺 有些人 根本不必议和 哎 原始一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但事到如今 将先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也愿意放下争执吧 哎 不回答我就当你同意了 作为世间公道的化身 我绝对保持中立 不偏袒任何一方 那就由我做出裁决 停止这场战争吧 不必再执着光与暗 天宫有一半变暗 一成铁一半的事实 一起斗个两败俱伤 不如接受对方的存在 使之为兄弟 光暗共存 一起建立亲的天界 够了 停止我倒胃口 嗯 在吃人饮血的暗魂面前 讲和的家伙 本身就是个混蛋 还要摆脱一副清高的样子 嗯 还说什么视暗魂为兄弟 简直令我做好 嗯 大胆腰好 休得放碎 别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 嗯 嗯 超原跑射 超原跑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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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是岂有此理 还有什么招式 尽管使出来 孙悟空 不得造成 嗯 嗯 你们三孙都是目中无人的家伙 以为说些狗屁话 指指颠点的 就可以决定一切吗 嘿嘿 这里的天神可能怕你们 但是 我孙悟空 当你们是放屁 对天神不敬 太过放肆 还有你这老王八 你之前不是很萧张的吗 现在怎么 话也不敢说 啊 跟在这混蛋后面 打狗尾巴啦 尽管废吧 胆大妄为的家伙 如你所见 并非我不合作 不依不饶的是他们 小侯孙悟空 这里是天界 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你以为我不记得你了吗 今年你闯入我的炼丹炉窃取灵丹 这笔仗 我还没跟你清算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 你今日又胆敢来捣乱天宫 果然贼性难改 你捣乱天宫 没错 我已查明了前因后果 中天神 撕裂成两派对抗 其赵阴 是你这孽畜 激化了矛盾 孙悟空 就是罪魁祸少 就是罪魁祸少 是 是 那就处死他 此言不妥 我不认为孙悟空有任何责任 宝灵上罪 你不必偏袒他 天宫不分光暗 本都是亲如一家 有他是 是交集的妖物 居心叵测 又变成一家人了 依我看 会化解冲突 达成光暗和平 将孙悟空 究极正法 是最公道之法 原始玉尊 你觉得如何 献上妖猴孙悟空 作为罢兵议和的礼物 没错 你要是接受提议 那大家都好下腿 好 我接受提议 处死孙悟空 很好 这样就好办多了 和平就在眼前 将妖猴孙悟空 究极正法 你 是造成太孙悟空 有这些是什么 可是 只要满足原始玉尊 与暗影的意愿 就能换来天界和平 不属天神 也不必因此牺牲 不是绝妙的方案吗 哼 你觉得这样很高明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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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是天神们 还不拿下孙悟空 难道非要我亲自动手 三尊已经明确指示 是 无从退脱了 没办法了 我 等等 哼 不是 你们天神还真有气 哼 那 那就一级上吧 我孙悟空 将你们全部收拾掉 太傻了 孙悟空 还没看清自己的处境吗 现在说的是众神之事 你不过是一头妖物 光暗两派 要献上你的头颅 来达成和平 你是没机会的 应当投降 杀心 是由你开始吗 不要紧 道德太尊 我不干了 从此 不再是天神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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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觉得太难看了 这真能装 你应该清楚 天神可不是说不干就能不干的 事到如今 天神这个身份已不再重要 决定的事就要做到底 把我加入孙悟空的行列也无妨 你这家伙 那就唯有将你们都拿下 不错 很强硬的表态 我必不会以杀心为敌 正义的光魂 终究不会妥协 孙悟空今天助我们很多呢 我们不能背叛他 事后还说不过去了 这 这都是要躲什么 我就放下了 lesson 你们的确实